手抓羊肉出锅的 咱是一天能卖多少只羊 现在是一天二十只左右 高峰来 五六十只左右 你们家是祖传手艺吗 算不上是祖传手艺 但是是从我父辈手里传下来的 那你们家有多少袋了 到我这儿已经是三袋了 这是哪里的羊呀 这是甘肃无微明晴的 不是手抓都喜欢用冬香的吗 羊是明晴的 但是制作的人都是我们冬香这边的人 这用的都是绵羊吗 对都是绵羊肉 大尾巴的这种羊 不是说绵羊删得很吗 我们这边祖祖伟伟吃的都是绵羊肉 吃的草料好 所以它就不删的 这个羊小是猪虽然手抓很嫩 就是五六个月左右的羊 如果羊大的情况下 羊就特别肥 然后肉也特别柴了 把这个腿上的骨头砸断 是防止它脱骨头的时候 这也不是剩下的料 这是我们每天新鲜泡好的料 因为这些大肉的颜色比较重 怕影响这个手抓羊肉的本身的颜色 那这不会把味道泡霉吗 那不会那不会 跟味道是没啥关系的 这些羊腿都不煮吗 对 这些羊腿都不煮了 这个影响手抓的这个品质 煮出来肉质特别柴 那早没有羊头其他的 羊头是属于羊杂系列了 这些血块要洗干净 这羊脖子上有淋巴吗 对 羊脖子有淋巴的 我们这些淋巴啊这些血块 都是要撕干净清理干净的 咱这一锅煮多少斤啊 这一锅生肉120斤 煮出来就是100斤 一斤是二两左右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 现在卖40块钱一斤 生到26左右 那你这能撞吗 薄利多销 这要把血沫子打一打开 我看里面这羊没有多少血沫子啊 因为这羊新鲜 品质好 这是几斤料呀 两斤多点的料 这咋还有萝卜 萝卜可以增白 吃鲜 增鲜的 这加这点料吗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是要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这现在要煮多久 一个半小时 我们这边还有一种吃法 叫做冰桩 专门把热的肉放凉之后 放冰箱里炖一下 然后再吃的 我关我这个刀就有三斤了 对 轻的吃不上劲 把羊的这个骨头斩不断 你这个案板是一整棵树吗 对 这是一整棵树 这是柳木 当时我刚买的的时候有这么高 多久下去了大概有四五十公分吧 那这肉上不粘上渣了 不会 它的这种渣是有点馋下去的 一点香味都没有 全是香味 你做的手抓 你们自己吃吧 自己吃一下 每天要是不来上一两斤 感觉生活中总缺点啥 你见过最多的人吃多少斤 我见过最多的 他吃了好像九斤 男的你的 女的 你觉得他敞开吃能吃多少斤 我感觉能吃个十五六斤 不是更甜 这一盘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卖完了 我这一刀下去就是一斤 刚好一斤的 男中每个小伙都能做一斤 剁的时间长了基本上就可以这样了 这都是带骨头啊 对 都是带骨头的 手抓羊肉 哇 漂亮 别人定的啊 对 这都是别人定好的 哇 刚出锅热腾腾的手抓 先原味来一口 找一块肉多的 我吃的是立条 嗯 肉口现在是淡淡的那种花椒的香味 来蘸点它这个辣椒面 蘸点辣椒面就咸味啊 你听听过路的小孩都惨哭了 我现在能理解那种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那种感觉了 这个肉的软燃成素是刚刚好 以前我觉得这个羊肉是越烂越好吃 但是吃了手抓就不这样想啊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这样就吃这种不占任何调料 不就算我都觉得香得不得了的 我们陕西人不是说不吃绵羊 是因为绵羊比较山 喜欢吃山羊 但是我感觉兰州的绵羊 比我们陕西的山羊还好吃 一个小孩 那一会儿 非常的